我觉得这个部分分几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是民众的情绪 真的情绪很不爽 拿到六千块钱虽然不无小不 但心里就是不爽嘛 对不对 哪有人这样 你可以先跟我说三千 然后发六千我会高兴 你跟我说发一万 结果最后你只给我六千 好北宋就很不高兴 但是比起大家的情绪来讲 更重要的 你恐怕要帮你的子孙把关一下了 就是我们国家的财政 还有这个税收问题 真的是黑洞很大 我刚跟大家讲的 之前三倍券五倍券 变成行政院特种基金 所以他怎么用统筹款 对不对 私房钱 那这个也是一样啊 我们超征的税 四千多亿耶 每年都是几百亿几千亿耶 这个钱 这个也管不到 爱怎么用怎么用 我说多少是不实之需 就是多少 对不对 我说要这个补贴什么 就是补贴什么 我有没有真的补贴 有没有真的不实之需 你怎么知道 对不对 你怎么晓得呢 所以太恐怖了 黄光晴说 政府天女散财 债留子孙 没有错 债留子孙 我们这代不应该做 柯文哲也说嘛 当前的问题在于表面超收 超支没有算到 包括前瞻预算 防疫国防预算等等 刚凯翔讲了 还有超征税额用在补贴电价上 这是补贴用电大户 没有公平性可言 也是债留子孙 两位专家告诉你 都是财税系 财政系 你看看政大的财政系的教授 这笔钱汇出去面临四个代价 我快速跟大家讲 第一个 现在政府赤字六兆 等于就是从后代子孙的口袋里面掏钱 第二个 过去两年税收也都有超征四千亿元以上 要不要一起算 要不要一起退给我们 是不是恐怕退两万还不够吧 开此例之后 未来是不是都要还税于民 每年是不是都要还呢 如果未来的税收短征 是不是要还税于政府呢 这好可怕 这个就不用了吧 要不要还给政府 这个超征税收呢 应用方式 政府短期内说法不一样 蔡总统陷入信任跟宪政危机 总统的高度 元旦谈话 这么重要的场合 台湾的最高权力阶层 告诉你 统股的决定 不容易的决定 我不发 四十八小时内迅速改口 天哪 这是政府的市政品质吗 那台北商业大学的财税系教授 也告诉你 二零二三年度的总预算里面 已经编了一千五百亿 增资台电 已经给台电一千五百亿 而且要这个补四百五十亿 挹注劳保基金 现在你又说 超征的税收也要贴补台电 跟劳健保基金的亏损 等于双重补贴啊 有经过什么同意吗 有经过什么监督吗 此外劳保基金属于社会保险 应该要独立财务 但是所产生的缺口 一直是由全民买单 韩炳你怎么看 真是惊呆了 他说要补贴这些 你确定他真的会补贴吗 对啊 他到时候补贴 搞不好是一些特定厂商 不要忘记台电是跟很多厂商 私人厂商买店的 他都会不会直接去补贴那些厂商呢 所以谁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因为他到现在连个基本的科目 都没有列出来 那我觉得刚刚也为年轻朋友 讲得很好 也就是 我们到底在高兴什么 今天一个东西本来应该卖一万 结果他跟你这个店家跟你收一万五 后来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算错了 但是我有其他成本问题 而且我们小店最近经营不好 所以呢 这样好了我退你一万一 然后你就高兴得要命 你有病啊 他实际上还是多收了你四千 你忘记啊 实际上你这样扣掉之后 他现在只有一千四百亿才要还税一名 本意他又奥了你三千一百亿 是啊 你到底在高兴什么 有什么好高兴的 我根本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你知道 因为你想想看 你说第一年超真的 你说可能估计错误啊什么东西 那有一些错误 正常来讲 你出现错误要赶快修正啊 结果不是 他每年超收 他每年超收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那个意思就是他故意的 他故意就是超收来 因为超收来这些钱 没有在科目上面嘛 对 那要怎么用就随他了 好可怕 那你看他们就自己把它变到什么行政院的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去啊 什么特别资金啊什么东西 然后就变他们自己的小金库随便用了 他故意在搞这一招嘛 然后我们过去这六年一直被他骗嘛 这次真的要感谢王洪威 如果没有王洪威讲话 大家都忘记这件事 对啊 对不对 所以光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应该要 给王洪威一个公道 对礼拜天要给他公道 这一句话 就讲出大家的心声 蔡政府太小家子气 再来 沈富雄沈大佬 我看他平常人也蛮精明的 怎么这次对蔡英文信心这么够 说他痛定思痛想要好好治国 我从来不正为蔡英文会这样想 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件事 我从来不相信蔡英文有什么痛定思痛 根本不是嘛 我觉得蔡英文本来以为情况没有他想那么糟 所以他想硬拗过去 你知道 因为他这笔钱 他要留的是什么 本来是亮哥所说的 他八九月才要发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要等到对选举最有效的时候再发 结果没想到 他一讲之后 大家反弹声浪这么大 那他只好这样做 那只好这样做呢 他一定是要给苏贞昌吗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 我个人觉得不一定 他现在先由苏贞昌宣布 他继续看风向 看大家是不是这样宣布之后 苏贞昌是不是能够保留得下来 那你觉得呢 他说不 苏贞昌说要 这个事情有完全不同的一个解读 有人说蔡英文要做球给苏贞昌 有人说是苏贞昌怎么样 看蔡英文已经这个跛脚了 赶快自己先拉自己的人气 是哪一种 我不认为 我认为他是一开始先留一个余地给苏贞昌 让苏贞昌去讲讲看 也就是苏贞昌宣布出来之后 他们在做民调 看全民会不会对苏贞昌印象开始变好 因为对蔡英文来讲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苏贞昌这个内阁能够留下来 留下来帮他一起去抵御赖兴德这些人 要反扑的这些势力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 一人发六千救救苏贞昌 其实我 但是问题是他不是一定会这样做 也就是如果你做了这个动作 做了这样一个宣誓之后 风向还是超级大逆风 大家还是觉得苏贞昌还是要滚蛋 这个时候我觉得 这时候蔡英文可能就会下定决心要整个内阁改组 那内阁改组就留给下一个隔魁就好了 位置必要给他 所以不是他这样讲就意味着他的位置稳了 我不认为他完全稳 因为我个人认为大家对苏贞昌现在仇恨值已经非常高了 他的仇恨值我觉得跟陈时中现在已经不相上下 他发六千会让大家喜欢他一点吗 不会 因为我相信正常人都知道 那笔钱根本是你 你把我的钱偷走了 你现在才还我一点点 那是有看辣晚报 有看中天的知道 很多人真的是觉得政府赚钱了 你看到没有 分享经济成果 政府营运有成 政府好棒棒 赚了钱跟我们分 这跟政府营运有成什么关系 他是偷了你的钱再拿回给你 经济成果 政府如果营运有钱 应该是比如说我们的劳动基金投资赚钱 那个叫政府营运有成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劳动基金已经快了几千亿了 所以这个政府根本营运无成 他已经帮我们亏了 如果我们先不要算这个他偷我们的钱的部分 他光是帮我们投资亏钱 已经亏了一个人两万了 所以他这时候如果还敢出来讲 还有人会相信我也不知道你们脑袋装什么 所以现在其实很明显的一个状况就是 他明明偷拿你的钱 然后他还要假装他是大好人 所以我刚刚看还真的有人认为说 他做了总算政府有做事 所以你看这不是发红包的概念 这当然不是红包 就是把钱拿回来嘛 对不对 因为我跟你讲 其实一个基本观念要有 补助是补助 补助是政府另外去边来补助给你 这个钱是政府偷你的钱 偷你的钱 我们照理来讲应该要跟他算利息 他偷我们六年 你偷我六年的钱 我照理来讲 正常来说你应该被抓去关的 而且不只去年偷 钱年大钱都有偷 对啊 然后你之前偷的都没还我 你现在被我发现了 好啦给你还你一点点意思一下 变这样子 然后我们还要感激他 你真的感激他人绝对有病 我建议你马上去精神病院报到 好 但韩兵我要再追问一下 史上有这样子 发钱发到被骂到臭头 照理说你发钱应该大家高兴啊 感恩戴德啊等等 政府的美意 政府体察明末 但是民进党这么会算计 怎么会做出这种蠢事诛事 所以我跟你讲民进党现在 因为台湾人宠他宠得太厉害 他现在觉得台湾人比猴子还好骗 大家记不记得朝三暮四 暮四朝三这个 对 对 我说烧 我中午给你三个 晚上给你四个 然后你不高兴 我中午给你四个 晚上给你三个 你就高兴了 不就是这样子吗 可是这不是啊 这我一开始跟你说一万 现在只有六千 是 因为他们以为台湾人 真的跟猴子一样笨 可是实际上台湾人没有这么笨 尤其算到钱的时候 台湾人特别精明 你本来算要给我一万的 现在变六千 他照理来说他们整个操作 应该变成说我本来只要给你四千 后来好了 算一名一变一万 那听起来很好听啊 难怪大家没送 你经常这晚上啦 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 717 弱鱼帮你来打折